歡迎回來港鞋在家 我是Karen 今次的港鞋看樓團 就是帶大家去看一下Kallgary 在南邊一間的1500多呎 三房三個半廁所的獨立屋 在出發之前要跟大家照舊 先說一聲 我不是地產經紀 只不過我本人很喜歡到處去看一下新屋 然後想介紹給一些 對Kallgary樓市有興趣的人 如果有任何 feedback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如果想知道這間房屋 有多少錢的話 記得看到最後 在Kallgary如果是住在 Downtown以外的住宅區 通常駕駛30分鐘車 就會到Downtown 這個位置也不例外 今天看的這間房屋 一樓的職位 飯廳和客廳是連接的 變成長方形的設計 除了讓空間更大 擺設也比較實用 經過一樓的廁所 一樓的廁所之後 就會走到我們 通向Dow的門 為了保障住在Dow的人的私隱 這道門 可以完全分隔住住樓下和樓上的人 有些屋主會選擇把Dow租出去 基本上就變成有人幫你公樓了 這間show home的地牢 已經開設了一房一廳 全廁所 適合單身人士或在新婚夫婦住的間隔 在樓下也有自己的laundry room 包括洗衣機和乾衣機 我們現在就上樓上看看 這裡可以看到 由Basement上樓上也有一段路 證明住在樓上樓下 如果是兩個family 他們的私隱度的確會高 一上來轉右就是兩間睡房 基本上可以放到一張單人床 床頭櫃和一張書桌 差不多 然後二樓的另一邊就是主人房 標準的walk-in closet 大部份的獨立屋都會一定有 最後就看看樓上自己的laundry room 一樣有洗衣機和乾衣機 既然你看到最後 我都遵守承諾告訴你 這間show home究竟多少錢 這間show home大部份都是standard的la 唯一算是有upgrade的東西 唯一算是有upgrade的東西 就是它的basement是developed了的 所以它的價錢就會是 43.4萬左右的夾子 港幣即是251萬左右 250萬港幣在香港大概買到一個車位 要不就在元朗買到一間300多呎的村屋 如果你想支持我繼續拍這些影片的話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如果有任何feedback、comment 或者是advice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次見啦